今天蓝网队迎来了快船队的较量 双方在上一场比赛中哈登丹和带队战胜了对手 不过今天他们迎来了杜兰特之后 却被快船给逆转成功 要知道今天的比赛快船队多达10名球员缺席比赛 他们最大排的球员也就是布莱德索 我们再看看蓝网队这边除了欧文之外 他们的主力球员几乎全部在比赛中上场 但是很可惜还是被对手逆转成功 关键的第四节比赛他们失误连连 并且当哈登和杜兰特被包夹之后 队友没有提供足够的知识 在莫杰比赛还剩下4分多钟的时候 篮网队由哈登持球推进 他直接想掉球到篮下 但是却出现了失误被对手抢断 随后曼恩持球杀入前场 而布朗则是紧紧跟随 随后被吹罚了犯规 而这个时候那是非常不满 他竟然罕见的向裁判怒吼抱怨判罚不公 不过裁判并未搭理他 去观看了录像回放之后 依旧给了对方两次罚球 并且球权还要给快船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快船开始一股作气的反超篮网 而赛后那时在谈到这次判法的时候 非常生气 他直接就站出来指责了裁判 那时表示很失望 那绝对是一丝误判 我希望裁判可以在赛后好好研究一下 并且向我们的球员道歉 他们操控了比赛走势 毫无疑问从那个时候开始快船队成功燃烧起来了 取胜的欲望 那真的让人非常失望 我不想再说了 最后时刻 快船的米尔斯还被罚下去了 他们果断对杜兰特和哈登实行了佳击 角色球员约翰逊接球之后三分打铁 球队无奈输球 比赛名摇 冰凶 比赛名的